威樂樂半天 可惡的流氓 你可以站著別人記拳 指責點點圈 轉著呼了圈 交給還眼前 順便關注一家娛樂圈 要深信往的提前 你難不說成美麗的誓言 奮亂的流言 隱喜的謊言 幻想的感言 喜愛的算命多老闆 卻不是感受完全 威樂樂半天 一起為了威樂世界 威樂樂半天 因為有厚住的女生 白天 想紅就要有個性 吳莫愁很想理光頭 為什麼 因為我爸爸還是光頭 厚住姐不當諧星 當玉女 要有床心了你太開心 面對媒體我不怕 張靜出成了 潘月明的代言人 我覺得月明這次狀態特別好 戀愛真的明星男女 竟容向哲令求婚 兩次遭君 才妮妮 馮少峰很尷尬 娘娘駕到 韩伟博工作 媽媽愛張嘴 各位好 歡迎收看由玻璃 巨獨家冠名播出的威樂樂半天 我是天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古曉 誰說的威樂圈是個特別殘土 它又特別有意思的圈子 很多些人一進威樂圈 你就知道它有沒有形象 也就是說它能不能服 對 有些人可能天生長舊的形象 但是有些明星都會發現 她雖然就是在之前沒有那麼有形象 但是經過後天她的美麗之後 你發現她的個性同樣也是會紅的 比如說有個代表性的人物 我真的覺得她就是屬於這樣非常好的典範 是 就上文集 她絕對是黑馬型的 對 但是我覺得她如果先天有形象的話 她其實可以佔很多優勢 比如說 吳莫愁 你看她的名字其實都有形象 你看她講的都有形象 這名字吧 吳莫愁 跟你在金庸的那個女俠的名字一樣 吳莫愁最近更霸氣 我告訴你她是想剃光頭 讓人真的覺得 真的嗎 當今的娛樂圈要想紅 光靠外表與實力是遠不夠的 標榜個性的年代 她聽的就是誰更有特點 你要不長得有個性 要不性格 就得有個性 總之絕不能夠尋常路 如果不信 那就來看看接下來這幾位 他們絕對是演藝圈個性的典範 想紅 只要有個性 吳莫愁很想理光頭 其他好聲音學員吳莫愁 除了獨特的嗓音和唱腔外 一頭雷打不動的齊流海也是她的標誌性造型 不過昨晚在出席某洗髮水品牌活動時 吳莫愁雀雨出驚人 稱自己最想輸光頭 小的時候很長一段時間是光頭 那對很長一段時間是光頭 為什麼因為我爸爸還是光頭 然後我媽媽從小就把我當男孩來養 然後是穿很多小男孩的衣服 對然後我覺得長大了之後就再也沒輸過光頭 對如果有機會的話 或者弄一個假的也好 或者貼一個什麼也好 可以留一個紀念 憑藉著自信的個性和張行的表演 90後出生的吳莫愁 算是好生意學院中發展最好的學員 然而與此同時也伴隨著外界 對其誇張怪異路線的質疑 對此吳莫愁的心態就十分樂觀 我覺得太好了 我覺得人就應該這樣 也不能說張揚 我覺得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就應該開心 那難道你們希望所有人 都是病例歪歪的嗎 對吧 我希望健康 然後找到自己的愛好 然後去發揚它 實現它是特別好的 小洪較有個性 侯祝姐不當諧星當月女 憑藉著一秒鐘變格格的半醜造型 台灣女生謝依林一夜走紅 大戲稱她為侯祝姐 不過最近她改路線了 在新劇PMAM的開鏡記者會上 侯祝姐一改以往的半醜濃妝 大秀性感事業線 形象變了 但搞笑功力卻依舊不減 提到新片中的情郁戲 她的孕女本色 抱母 這是我第一次接那種就是 第一次接就是 情郁一點的 對 第一次演那種連載的 你羽頓的 怎麼會這樣子 其實有點太high 要有床是有點太開心 今天不要吃掉男朋友 好好好 小洪交由個性 吳佩茨不靠男人靠自己 昨天吳佩茨為某品牌珠寶站台 只見她一身削姦柳子 美隊更是毫無保留地 展現在眾人面前 既然是代言珠寶品牌 極具八卦精神的媒體就很好奇 被公認為大美女的吳佩茨 有沒有收到過男生像的珠寶呢 你有男生手蠻這麼美 這年頭就是看靠男生還是 覺得靠自己最好 我覺得自己努力得到的東西 都會很珍貴 然後你會非常愛惜 如果別人送給你的東西 你可能也覺得得來很容易 所以我覺得那東西 配在在身上的那個心情 會不一樣 所以你會選擇好好努力 江峰就要有個性 回音哥戴面具爆紅網絡 我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瞪大眼睛地看 可混迹娛樂圈這麼多年 我也不得不弱弱地問一句 到底是誰呀 也許你不熟悉她的臉 但你一定熟悉她的網名 回音哥 憑藉在網上的一段搞笑音頻 她於2011年正式出道 但她一直以一副面具形象示人 最近她戴著嘴的新專輯 來到北京舉行博友會 在記者們的一再追問下 她也承認以後有可能會摘掉面具 看心情 我可能哪天心情好了 我就直接發一張照片給她爆了 我覺得也沒什麼 跟大家說一段 剛才我們在化妝間裡的趣事 剛才我看到不是化妝師 可能還有根白頭髮嗎 就說我幫你拔掉了 然後花生說千萬不要 拔一根白頭髮會變出十根白頭髮 她說怎麼可能呢對不對 然後她很認真地跟我說 說你知道嗎 這一根白頭髮身邊的黑頭髮 看到青人被臉根拔起 她們之後會嚇得臉都發白 所以就會變出十根白頭髮 你不要這樣的表情好不好 她講了三遍 第一遍我有笑 第二遍第三遍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 對啊好話不能說三遍 對 當然你講的確確定很對 人生在這個事的時候 開始講大話 真的很多事情千萬不能去怕 你越怕可能它來的越快 對 我實際就要勇敢一點 沒錯在演藝圈呢 真的是什麼都不能怕 對媒體我不怕 張靜初成了潘月明的代言人 現在娛樂圈有一點風吹草動 記者們就愛追著明星藝人們問個不停 如果逮不到當事人 那周圍的情侯好友 自然也就成了大家的主攻對象 對此張靜初應該是深有體會 最近他就為潘月明擔練會代言人 電影《如果不能好好愛》 近日在廣州舉行新闻發布會 身為主創的張靜初 吳克羽 潘月明等紛紛亮相 深陷董傑 王大志基本事件的潘月明 一出場就成了媒體追逐的焦點 不過當天拖著一臉疲憊的潘月明 並沒有接受媒體採訪 早早離開了現場 接下來媒體只好把話筒 遞向了留在現場的張靜初 紛紛詢問事件發生時 潘月明在騙場的狀態 我覺得月明這次狀態特別好 因為她非常開放的狀態 可能來投入到這部戲裡來 我們在一起的戲 有很多都是可能有一點 有一點糾結 有一點難過的吧 那就是我覺得我們搭得非常好 對 她非常鎮硬 面對媒體我不怕 張楓以反客為主 看明記者 面對媒體的狂蜂濫詐 張定初還是稍嫌緊張 而作為老牌藝人 張楓一句顯得老到多了 昨天有她主演的電視劇 北京一家人 在北京正式開機 而對於一部還沒有拍攝電視劇 對於這樣一位人氣不及當年的老藝人 記者們也是苦於找話題做新聞 好不容易挖掘到了新聞點 但張老師卻和她搭起了抬起 張老師沒想過進軍國際市場嗎 你看王學棋老師也能參與一些外國的電影 沒想過 你能打算一下嗎 你看王學棋老師你不羨慕嗎 你現在 為什麼不想去啊 是因為語言問題還是 為什麼不想去 還是想去是吧 沒想 就沒想 張老師的這招欲拒還贏 還真是給記者們打得無話可說 最後連提問者都不知道其他的所以然 而於高手過招 記者沒有豈能輕易認輸呢 最近張楓一的兒子張柏宇 傳出有意進軍娛樂圈 並且還與老媽呂綠萍合拍電視劇傳承 聽聞此消息後記者又馬上調整策略 向張楓一發第二輪的猛攻 這戲沒想過給兒子介紹一下嗎 沒有 給他介紹一些工作的意思 沒有 也沒有 那您覺得他現在發展了嗎 沒有 那你希望他怎麼朝一個 就是當演員嗎 還是以甘劇為主吧 還說這個戲吧 馬上就八卦了 那半天總和報導 顧曉 你有沒有幻想過 最浪漫的結婚場景是什麼樣子 我跟你講咱倆真的有默契 我這兩天還在想呢 就是說如果我的男朋友向我求婚 或是怎麼樣 你們結婚了 沒有 我是說如果我有男朋友向我求婚 好吧 OK 我就想在海邊 就是很多人所喜歡那個場景 然後呢最好有怎麼在海邊沙灘上畫個心啊 然後突然間呢就是從哪個地方有個小車啊 就帶了一小盒子啊 然後就把戒指拿出來閃閃閃閃閃閃 然後說嫁給我吧 這時候海風再讓一些煙火 哇就覺得好浪漫 但是你有沒有實際想過 萬一海邊嘛 天氣比較變化莫測 突然來了一陣狂風 然後呢一陣大雨 就把這個沙灘上的心也沖沒了 然後剛好捧出來的這個戒指呢 一陣狂風也吹跑了 或者是躺在蛋糕裡面不小心吞進肚子裡去了 你這個人能不能那個行業啊 有的時候求婚這個場景本身幻想都會很浪漫 但是有的時候有些男生的一些做法 真的有的時候 嚇風姐 比如說啊 我是你男朋友說 欸 胡小 咱們在一起吧 你覺得是這種求婚你能接受嗎 這太草帥了吧 我會覺得 所以男生如果要求婚 一定要拿出誠意來哦 真誠一點 對呀 說你的啊景榮 說你的啊 戀愛中的明星男女 景榮向哲令求婚兩次遭聚 和天后蔡依林交往兩年多的景榮 昨天被周刊爆料 已經向哲令求婚過兩次 但因為只有口喉說說 態度輕率 沒有進行設計的浪漫橋段 所以遭到哲令的回局 昨天景榮在出席代言活動時 心情似乎沒有受到影響 還熱情教大家正確的健身方式 不過當她聽到求婚悲劇 這句話卻立刻冷笑 誰說的 我不知道你在哪裡聽過 景榮的反應好像還不知道周刊報道內容 不管媒體怎麼問 景榮一概否認要求婚這回事 去年在倫敦有跟周琳提早想結婚的事情嗎 那在紐西蘭跟爸媽見面的時候 有沒有跟她提一下想要結婚 微接戀談了兩年 今年二月景榮總算帶哲令回紐西蘭見父母 在微博上還有網友瘋傳四人搭乘攬車的合照 景榮表示自己的朋友及父母都很喜歡哲令 但對於結婚這當事 自己好像年紀還沒到喔 其實我沒有一個幾年 年紀也要結婚 還沒有上到這個問題 這個事情 小編點評 哲令都說隨緣了 大家別太急囉 戀愛中的明星男女 譚妮妮 馮少峰很尷尬 正在趕拍雪安華導演 黃金時代的馮少峰忙中頭銜 到上海為某知名戈爾夫服裝品牌站台撈金 儘管馮少峰近年來作品不斷 人氣飆升 但大多是口碑頻頻的商業片 也很難掘出各大獎項 此番與得獎專業互許安華合作 馮少峰言語中也是寄予了希望 我是一個非常注重過程的人 當我去做一件事情 我是享受這個過程給我帶來的快樂和一些收穫 除了工作 馮少峰最受人關注的 當時她和妮妮松風火火的這場戀情 兩人一直感情十分穩定 一直常有甜蜜式曝光 媒體紛紛猜測兩人好事相盡 不過馮少峰僅僅談了對妮妮欣細的期待 而對阿索期待的結婚話題避而不談 她現在目前在那個尼泊爾拍戲 拍她的一個新作品 騰華套導演《等風來》 騰華套也是我非常要好的一個朋友 我很期待他們這個電影 對 中間 中間 看情況吧 因為我現在 她現在工作了嗎 對 今天的情況就太低了 好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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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番天綜合報導 在這裡誰要給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看新聞的時候 看到一條好幸福的一條新聞 講的就是蔡少芬又產了一年 而且那個女孩好可愛喔 我在很感慨的時候她怎麼那麼快 之前那個女兒不是剛生完嗎 怎麼又生了一個 我感慨的是說她怎麼恢復的這麼快 你知道她剛生了女兒之後 你看她容光混發的 哪裡像是個剛生起做媽媽的人喔 你要知道人家的身份 給我們不一樣 人家是娘娘 對 人家飄移的都非常好 所以她吃得很注意 一生完身材馬上恢復成那樣 臉色也是紅潤的 果然是剛當了娘的娘娘 就是不一樣 然後接下來再來看看另外幾位 娘娘家到 娘娘家到 潘未博工作 媽媽愛相隨 都說百善笑為先 自小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潘未博 家庭觀念卻十分傳統 最近潘帥就經常在微博上 曬出潘媽媽的照片 更有一張她與潘媽媽 同穿一件衣服的情侶照 母子感情讓人羨慕 昨天潘帥到北京工作 媽媽也起來了 這不禁讓人好奇 媽媽緊跟潘帥 莫非是為了早日尋到兒媳婦 不會不會不會 她其實就是 我媽其實不太管我的 就是我從小就比較 因為長子就比較獨立一點 媽媽就是我喜歡她 跟在我的身邊 因為就是 我覺得她看到兒子也會開心 媽媽都不急 彈帥就更對自己 終身大事好不上心了 出道以來 緋聞甚少的她 看眼長女友緣分最重要 而看多了圈內的淋淋呵呵 也讓她堅決不願意公開戀情 其實感情在我的 就是 比如說規劃當中 她不是排在前面的 所以其實我並沒有把她 好像說我一定要談戀愛 我一定要談戀愛 就有緣的話就談 沒有緣就 也沒什麼關係 順其自然 就算是有 我也不會被你說 娘娘嫁到 奢泰君 七個兒子傻傻分不清 即將於4月4日上映的影片 《忠烈楊家將》 昨天在北京舉行盛大的全球首映禮 難得是這次影片中 楊家七將 一個不辣的出席活動 就連飾演奢泰君的徐帆 也是首次亮相影片的宣傳活動 說到這七個少兒子 徐帆至今依然是心情激動 我首先覺得我太有溺耳了 真的就像 真的是兒子那樣的 是 是人物的狀態 整齊地站在你面前的時候 我自然地就欣賞他們 就愛他們 這種東西 是說出來沒有用的 就站在那裡 你一看就會有感覺 不過兒子太多 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 面對這麼一大幫 萬形俊朗的孩兒們 徐帆的腦子明顯糾甲不好使 在媒體群訪環節中 他就無意暴露了 自己還並不完全認識無尊 我記得我在化妝間的時候 他 我聽到他 他的軍手還是誰 一直在跟他翻譯 念古文化 念台詞 後來才知道是文 對 那我就說真不容易 娛樂樂翻天 綜合報道 娛樂樂翻天 歡迎在廣告之後 繼續回到 玻璃魚去獨家冠名播出的 娛樂樂翻天 我是甜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谷小 我們都知道 趙薇和王菲是圈裡面 特別有特別好的好姐妹 對不對 然後趙薇拍電影了 當時就放話說 讓王菲過來幫我唱主題曲 那不是隨時嗎 果不其然 王菲真的就給她的新電影 唱主題歌咯 沒錯 而且唱主題曲的時候 就是有拍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素顏的 而且短髮 剛好是在黃昏的時候 她們就說 哇 看起來皮膚極好 然後趙薇講的一句話很好玩 她說她們倆終於合作 做了點真正的事 你看這個是好姐妹對不對 當一方需要的時候 另外一方就挺身而出 沒錯 妳趕快拍戲 我幫妳配唱 我想妳是愛我 妳幫我叫妳別唱 來看看 當演員真的是不容易 當演員不容易 鄧翠文拍戲 拍成了憂鬱症 前段時間 香港女星鄧翠文被曝 因為拍《堅持遇孽2》 而患上了憂鬱症 最近在深圳亮相 十四個表示 情緒已經恢復 希望粉絲不要擔心 我不是情緒病 情緒病是記者寫的 不聽我說的 妳有一點不開心 有一點抑鬱 有什麼 哇 妳更嚴重 有一點抑鬱 就是這樣的記者 越將取義 越講越嚴重 現在沒事了 有少少害怕 有少少緊 因為工作壓力承擔 所以有些 當演員不容易 汪東成為新片 狂練好身材 由林馨如製作 並演出的偶像劇 姐姐立正向前走 最近登陸台灣 在戲中 汪東成有多場裸上身的戲碼 讓粉大呼好身材 在一場街頭裸奔條段中 大東更是犧牲巨大 除了秀出八塊肌 還附贈兩眼的人魚線 我一直很好奇跟他們 為什麼這部戲要 那麼多裸露的畫面 那妳也是看了劇本才接的啊 搞不好就是因為 我很好才接 好的 我們換個畫面 當演員不容易 林更新荧幕初吻 居然是給大東 存在古裝劇 步步驚心中 飾演十四哥的林更新 這回也參與了 姐姐立正向前走的演出 二位大東相比 林更新的犧牲可就更大了 她獻出了自己的 荧幕初吻 吻氣 這不是好福利嗎 可是要知道 林更新的這個吻 可是獻給了一個男人 這是我第一次拍吻氣 並且對象是一個男人 我剛剛也很緊張 那我現在有吃苦香糖 準備一下 不會吧 林更新拍完這場戲 竟然哭了 希望這場吻戲 不會給她用下的心靈 留下什麼陰影才好 其實她有點眼泛淚光了 但應該是蠻感動說 因為我們那場戲真的 看似只有幾秒 但是我們真的 親了七八次之多 然後導演又要求說 一定要看到我們的嘴巴 不是借味 然後甚至是 呃 對 我的確比她有多一次 跟男生借吻的經驗 所以我就是 現場看起來嘻嘻哈哈 就是不想讓她太緊張這樣 因為畢竟是她的螢幕初 那三天 歡迎來到玻璃魚區 娱樂小微星團結 只要你答到問題 就有機會 拿到我們的大獎 先來看看我們昨天問題的正確答案 就是林俊杰和淮秋 今天我們的問題就是 請問畫面上 這位正在健身的人是誰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話 就趕快登陸我們了半天的 官方微博告訴我們 這樣就有機會獲得 由玻璃魚區提供的 精美大禮包一份 還有就是我手上 好啦 今天節目就這樣了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見 Bye